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特异功能 说的都是站在地下 说的都是天上的事 可是你还站在地下 这话里有话 在我个人眼睛里话里有话 您可以那么理解 您可以那么理解 倒无所谓 那我个人觉得倒蛮有趣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蛮有趣的说法 特异功能是人上说的 对吧 你现在没有 你认为人不该有那些本事 但人有了那个本事 现在叫特异功能 对吧 这个就像我跟大家说 很奇怪 柯云露写了本书 写的是习近平 但是柯云露真正 他曾经非常着迷于特异功能 但是你现在呢 今天在中国社会中主政的人 习近平 王岐山 栗战书 他们也偏偏 他们有没有特异功能 咱们不知道 但他们偏偏 跟这些东西是搅不清楚的 他另外跟他们对立的一方 对吧 王林为中心 江泽民 曾庆红为中心 那你说他叫不叫特异功能 王林就空中拔舌 就给弄出来 很多人说他骗子 我说你 我说你说他骗子的人 哎 谁说他是骗子的人 你们才是真正是共产党的受害者 是共产党无神论的受害者 因为你说那不可能 你要王林是骗子 那马云就是缺心眼 如果马云是缺心眼 你现在手里用着马云的东西 阿里巴巴的东西 你是缺心眼里面的孙子 那这事你没法说呀 对不对 赵薇是缺心眼 没关系 赵薇人挣钱 有一个算一个 你看他王林跟多少人扯过玩过 但是呢 他一嗝屁的时候就死了 那跟他一块照相的女星们 一个个没露面 连个甭说女星呢 连个火星都没见着 对不对 他真是侦探 其实这个东西 是大家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的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角度上 遇到了一些说不清楚的事情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每个这些每一个人 都对应着今天的人 因为你埋在土星孙 土星孙后来给封成神了 他死了之后封成神了 那封成神是跟周易对应着 这365个神 是在三界里面的 如果没了他们 今天人的地球的环境 就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说地球的环境 你说跟他没关系 那你老爹 你爷爷拿周易算过命 你爷爷算命的时候 算就是有没有这孙子 所以人的现代科技的愚蠢 就在于他眼见为实 就像我抬杠 在于你的眼见为实的最大的愚蠢 你的眼皮跟眼睛 对不对 叫什么 一带水 中间有眼泪 一带水的淋包 谁也看不着谁 但他们又相互依存 哎呀 人的生命太有意思了 他都是这么对着存在的 你真正能理解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趣 就像我那天讲那个道理 我相信很多人没明白 现在是不存在 过去是真实的 未来也是真实的 人们所说的现在 只是跟过去未来的结合点 什么叫守心 什么叫守背 你只能在守心守背上画个线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守 他当然也是守 你真正理解了 其实你真正从生命里理解了 你就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真实了 你能看清太多的事情 所以真正看清事情的人 他没事闭着眼就睡觉 为什么 不值得一看 不值得一看 听我一个笑话 说那个南极先锋 你看南极先锋 是是这脑袋是这么着的 那是原始天尊身边的徒弟 说南极先锋 这个原始天尊曾经跟这个洪基道人 应该叫洪基道人 洪基真正是洪基的 就是原始天尊的师父 说请师父看看原始天尊 看看这个南极先锋 因为南极先锋老跟在原始天尊边 后来说那个洪基道人说 不不不看 不能看 不能看 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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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非常的看 非常看 非常看的 结果那谁 后来这个这个洪基道人 就睁眼一看 南极先锋那脑袋 哗叉就就就就 就瘪进去了 瘪出一大坑 那瘪着大坑没招了 赶快 旁边抓了一个兽头 哗给哭在脑袋上 把他脑袋给修了 所以你看到南极先锋 是跟个大兽头人的顶着的 是因为不能不忠看 为什么 南极先锋距离红军 叫红军道人的这个境界太远了 红军道人一睁开眼睛就是力量 开玩笑啊 别当真 这个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 真正大权在握 把红二代全都给砍了 这是这是一个 美国之音的一个一个论坛节目当中提到的 提到一个说法 过去最为观众的红色二代 在今年的两会政协名单中都消失了 朱镕基的女儿 邓小平的女儿 那李鹏的女儿 毛泽东的孙子 全都没了 那而同时也包括 李先念的女婿 那胡耀邦的女婿 也全都没了 传统中真正的红二代全都集体消失 在习近平集权的同时 那不同的人有的说法了 陈破空先生认为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不仅打击了江派 边缘化了团派 同时把其他的太子党和红二代的人物全都给干掉 全都给清除掉 习近平出现三部曲 夺权 固权和扩权 三部曲 那三部曲 习近平到今天成功 太子党和红二代 是被习近平排挤出局的 他这么认为 是被习近平排挤出局的 从这个薄熙来事件开始第一段 而与薄熙来争权和决斗 是第二段 十九大前 太子党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的靠边站 对不起啊 第一段是跟薄熙来争权 争权决斗 那是2018年 第二段 十九大前 太子党一个个人靠边站 那五年时间 第三段 今年三月两会上 基本上太子党和红二代决计 那这个说法 我觉得 我觉得陈不空这个说法 是这么回事的 薄熙来 跟薄熙来争权 是习近平没有办法的 他被逼到哪 第二阶段 把太子党一个一个的靠边站 是他在知道 十八大上来之后 跟薄熙来之间对垒之后 出现之后 他意识到 他没有选择 只能跟太子党人物 一个一个的 要把他们弄一边 因为这些人 可以跟他兵驾齐驱 其他人不行 那三会 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 让太子党跟红二代决计 就是 这是他的政治取向 前面两个阶段 都是被迫出手 那第三个阶段 是政治取向 政治取向 就是让他们在政协上 都不存在 在所有中国的 今天国土当中的政坛上 太子党跟红二代 全都消失 然后他都提到说 然后他提到 太子党军头 无可避免的 涉及到腐败和政变的 阴谋 是 习近平在处理 军头和太子党 平民军头和太子党 身份的军头 手段不同 太子党军头都让他们平安落地 杯酒士兵权 是 马小光 叫马小什么 就是空军司令 那 包括 我们刚才说的刘亚洲 刘元 是 他都是杯酒士兵权 基本就是 经历了 最初的 2013 14阶段之后 逐渐把他们都 2015年 之后 从2016年开始 把他们就逐渐的边缘化 但不会动他们 不会惹他们 是这事 就是 你有吃有喝 你赚钱就赚钱 你现在不用再赚了 我也不说你该赚不该赚 但是你现在别赚了 他基本上是这个 故事是这么来的 但是平民出身 出身的军头 基本都给抓了 是 所以在陈普空先生眼睛里 他也是这么说的 杯酒士兵权 那些太子党跟这个军头们呢 知趣的就走人了 出红色政权的实质 就是这种 当仁不让 一山难戎二虎 这不可能的 这个 作为习近平而言 要想确保他 不遭受挑战的话 真正能够挑战他的话 是跟他同样家族的人 这是没错了 同样家族人 肯定不服他 而且他从心里不服他 那我另外一个 跟大家介绍过 他是陕北的 跟他的父辈 跟红之 刘志丹 他们是一起的 而这一拨人 刘志丹高杠 这拨人 是不被那些 就像陈云他们 贺龙他们家族 邓小平家族 所接受的 他把 陕西的这拨人 延安的这拨人 都当成低他们一等 所以在 红二代上 习近平 在别的 红二代眼镜里 是低一等的人 所以他必须 把他们都给干掉 有这个成本 恒河先生认为呢 在当时 胡锦涛江泽民年代 都叫腐败之国 其实当时 没有胡锦涛年代 只有江泽民年代 那习近平上台反腐 那其实触及到了 整个 整个中共利益集团 在他看来 在恒河先生认为 红二代实际 是分的太笼统 他认为 红二代里面分的比较细 他说比如像 朱镕基的女儿 是光二代 他不叫红二代 而红三代几乎没有威胁 红三代根本没细了 这里说你比如说 像毛 毛远新 毛新远 这个 毛远新这都没用的 根本就没用的 而红二代大多数 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下海经商了 没有参与权力 陈元经商了 王振 其实这些人都是经商的 但是他只不过 以他们家族的势力 和他 中共那个 环境当中 权贵的 权势家族们 所带的那个气场 让习近平不太感动他们 这是 这是真的 严格的说 红二代是建国之后高级领导人之后所形成的 留在政治中心的 只有习近平 薄熙来跟刘源 他们三个人是同辈的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 王岐山其实是个女婿 而王岐山的父辈是国民党的 对吧 刘亚洲那都是女婿 那跟他们是两回事比不了的 所以习近平真正贴心的人 而王岐山可是一个 不是红二代 是两回事的 他说其他人都已经长期远离政坛了 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而在他们类似有影响力的人当中 红二代真正的红二代当中 曾庆红是真正的 曾庆红确实是这么回事 曾庆红横跨了两波 那边跨着江泽民 这头跨着太子党 所以曾庆红在整个过程中 应该是最邪恶的 他说薄熙来跟刘元是同代从政 习近平忌讳他们 那刘元呢是2016年就下去了 那薄熙来给抓了 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正的故事 红后代敛财根本不是秘密 但从政治上退朝是否有关系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红二代敛财的本身 是这个制度 这个环境制度造成的 他无可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